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表示,尽管迅速上升的房贷利率已经为过热的住房市场带来新一波降温,但这也使得数百万美国人的买房梦更加咬不可及。 主要原因是,新分析发现,2022年4月一套中价位34万多美元的房屋,每个月的房贷、房产税和保险费比起去年同期又多出700美元,且符合贷款资格可以购买到此等级的房屋,所需要的年收入更比2021年高出2.8万美元。 住房研究联合中心提醒,统计还发现,过去一年来已经有400万美国人因为房价上涨太快,房价过高,最终被迫放弃买房。